爸爸 这个是父亲节的那个 父亲节的礼物 我就看不懂 13岁的家安 母亲在两年前病逝 留下他和三位弟弟妹妹 泰国籍的父亲因阅读中文有困难 身为长子的家安 努力成为爸爸的最好帮手 可能爸爸他会有 公司可能有通知单之类的 或者是我们学校 我就会可能帮他念 就是在他中文没有那么熟的时候 还有可能在家里 我也会帮忙用照顾弟弟 之前就是我的父子上班 工作 拼命的上班 小朋友都是我来带着去管 去看的 现在我的分点的时间 没小朋友嘛 母亲是越南籍的小展 出生后就因照顾问题 被送回越南 八岁回到台湾就学 因为不会中文 在自身努力与学校加强辅导下 成绩稳定上升 一开始是先从同学中午吃完份就会睡觉 但是我是会一个礼拜有三天时间会中午去那边学 然后学完就回班上 回班上回家之后再用手机或电视播一些中文的教学影片 然后再帮忙学到 那妈妈有教你吗 妈妈有就是一开始刚来学校的一个月的时间 妈妈会请假 然后一个月就一直在旁边翻译给我 其实老师在搜索 妈妈有什么话想要跟小展说吗 有点不好意思 我就是想说 就希望儿子是好好的长大 然后长大之后就变成一个人才 妈妈现在也老了 就希望以后日子就靠他 然后他我希望他是变成是一棵大树 抢大树爸爸生病的时候 是你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 母亲是印尼籍的小雅 父亲因病造成脑部损伤 母亲中文读写叫吃力 成绩优异的小雅 协助母亲完成低收入护申请 减轻家中负担 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对你来说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收入不稳定 小孩读书会也要叫 然后都想这个要这么申请 申请付诸才可以帮助小朋友 对 所以妈妈是会讲中文 但是中文不会 你是读跟写比较困难 对 我读书 就是比较不会一点 对对对 那一些资料怎么办 你真的要申请的时候怎么办 叫笑呀帮我写帮我看 所以是小雅来写那些资料 你有没有因为这样 然后觉得说 我以后要做些什么不一样的 就是自从爸爸生病之后 就只剩下妈妈 然后妈妈也是没有懂很多 然后那时候就是要申请一大堆东西 然后我就跟妈妈一起去跑 就是去公所啊 或医院啊 做一些申请 然后所以我也懂一些那个 程序什么 所以你现在连所有的程序 几乎都很熟了 对不对 然后就是我想要往 往那个法律的方向前进 所以现在小雅刚升国中而已 她已经有这样子的想法了 在家福基金会辅助的个案中 有3799户是新住民家庭 占了14.7% 其中6乘6是单亲 而若是新二代首要困扰是学校适应 且有近半数若是新住民家长 有身障或疾病困扰 在没有求助或支援下 将成为隐藏在社会中看不见的贫穷 家福福祉的家庭当中 有15%是新住民的朋友 他们最大的困境就是在孩子的部分 学校适应是他们最大的议题 超过五分之一的孩子 大概21%左右的孩童 他们在学校适应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而在家长的部分 还有孩童的部分 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在身心障碍 或者是疾病等等的议题 大概有16%以上的家庭 你们都有这样的困扰 因为在整个疾病方面 让他们在很多的工作上就业 还有在生活上面都会产生一些困难 也就是在经济部分 也就会有很大的议题 那无穷世代最主要在今年关注到 这个比较是看不见的一个贫穷 就是一般社会当中 对于新住民的朋友 可能在他们在孩童在学校适应 以及在文化语言 在生活适应上面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去关注到 他们真正的一个需求 所以透过无穷世代的一个诉求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看到一些 在社会上能够有更多的关注 可以在学习的一个品质上面 还有生活稳定等等的 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帮忙 家福基金会在无穷世代的部分 主要有四个大的一个目标 包括生活稳定 教育提升 能力建构 还有极难救助 那特别是在教育提升的部分 我们提供了像奖助学金 在以2023年 最近这一年来讲 我们就提供了 是要5000人次的一个奖助学金 其中有15%以上 是在新住民的一个关怀上面 另外在学用品的一个补助上面 也是无穷世代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特别是他们在一些学习工具 还有在学习资源的部分 这个部分一般社会大众 可能关注的比较少 所以透过无穷世代 一个集体的一个力量 能够让他们这些孩子 能够在学习用品的部分 得到比较多的一些协助 为了接住这些被遗忘的孩子 帮助他们逆转人生 家福基金会延续长达 12年的无穷世代计划 今年募款目标为8000万元 期盼社会大众伸出援手 助弱势儿少 安心学习 好好生活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关注得上乱 小石头 顺 Option 记者 öğren